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這些題目 我們逐一逐一的來瞭解 我們也不要說很急的 至少我們一定要會的 比如說第一個 第一題就是這個 他說請你把學生基本資料的工作表 所以你要讀懂那個題目 工作表指的是下方一頁一頁的 然後把學號移到A欄 然後做計算那個 利用這兩個函數 計算年齡 格式 格式一定要幾歲 多一個歲 那怎麼做 然後他有提示 幾歲 需要使用什麼呢 自訂 數值格式 不可以使用函式 他有提示 所以你還要照他的要求 所以考試如果假設正常考試你就是要會這些東西 怎麼做其實也不困難 我們分別來看一下 第一步的話 你只要把學號整籃選取 整籃怎麼選取呢 游標放在第一的位置 箭頭喔 有沒有看到箭頭符號 一定要出現這樣的箭頭符號 不見了 箭頭符號呢 把它點選 有沒有把這一欄點下去 這個叫整籃選取 接下來呢 按滑鼠右鍵 把它做什麼 解下 再到A欄的地方 再點一下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這一整籃貼到A欄的位置 那原來的位置怎麼辦 向右移動就好 按右鍵 再選一下A按右鍵 插入減下的儲存格 其實應該是插入減下的範圍才對 不過他這個翻譯有點不是很好 不過知道就好 按下它 OK 學號過來了 那原來的姓名本來在A欄 向右移動 就這樣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要算年齡 年齡部分的話就是 生日 他的生日 那我需要用DATIVE 不過特別是DATIVE這個函數 因為他 有這個相容性問題 所以在這個日期時間函數裡面 你找不到DATIVE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自己打 比較特別 DATIVE很重要 但是 他因為有一些 專利的問題 所以沒有把 那個函數 放到清單裡面 所以怎麼辦 你要自己打 這個可能比較麻煩 等於 你要先自己 第一個資料 前面一點的日期 他的生日 DATIVE 第二個呢 給他第二個訊息 就是說 你要跟哪一天比較 跟今天 所以 怎麼取得今天呢 特別對 你就在這邊 DATIVE後面打個TEDAY 小刮鬥 記得喔 這個小刮鬥一定要加喔 小刮鬥不加也會錯喔 逗點 B什麼 雙引號 記得喔 雙引號一定要打 打一個Y 打一個後雙引號 再打一個後刮鬥 完成 特別注意喔 一個地方都不能錯 所以 請各位務必要把它記起來 待會會做錯 一定就是你少打左邊 或少打右邊 或少打一個地方 甚至之前有同學少打等號 也不對 最後的話你按Enter 或者打個勾就可以了 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年齡 他是1968 1968今天的話是 2019他應該幾歲 51沒有吧 49 51 他幾歲 太難算了 算了打勾就知道了 51 OK 不過不是叫你用 你那個新算喔 其實主要 這個軟體就是 不需要新算 所有的答案都是來自於他 電腦幫你算完 當然你可以向下填滿 可是問題來了 他後面要加什麼 51歲 51歲怎麼做 特別注意他說不是用公式 當然你有幾個方法 一一你可以用 and 後面加一個 稅就可以 你這邊打一個稅 稅的這個字 這樣子的話 51歲 OK 可以把它點兩下 51歲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題目 當然你這樣在工作上做是可以的 可是 他這邊題目有特別強調說 不可以使用函式 一定要使用自訂的數值格式 所以 剛剛那個方法就不OK 因為他已經跟你講說 不能這樣做 你只能夠 用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剛剛 這個and and 這個稅 這個方法不OK 可是問題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用什麼方法 按右鍵 儲存格式 他說 要自訂 所以這邊有 按右鍵儲存格式 自訂之後的話 請特別注意 他這邊就是說要 幾稅的話 那個數字在 自訂裡面是0 0後面加一個稅就可以了 0他就自動幫我把51放在0的位置 然後他會自動加一個稅 OK 你可以看一下 上面就會有最後的結果 51稅 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所謂的那個 用儲存格制定的方式 所以記得做完之後 這個是1 把公司做完 2 就是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然後把它改成制定 0加一個稅就可以了 記得前後一定要雙5號 這個是必要的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看一下結果 向下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OK 請各位先試著把第一道 題目先完成 畫面先忘記各位一下